阿修 坐坐 嗨 這邊是岳浦音響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出去喔 大家平常買家庭音樂應該都很重視音響跟擴大機 但很多人都忽略了 小細節其實也能影響音質 像之前我們介紹的電材 還有線材跟電源 它都會影響聲音 很多音響愛好者他們都會買很高檔的喇叭 但是因為沒有做電源的處理 導致音響設備的成效會表現得不好 那悲傷不缺有的罪名就非常可惜了 那我們的電源為什麼要做處理呢 簡單來說推動聲音一定要有動力 但如果你的動力一下前一下後不穩定的話 你的聲音也會跟著不穩定 嚴重的話可能還會導致時針的問題 那我們改善這個問題其實有不少的方法 像是接地啊 濾波之類的 我們這裡提供了一個最快的方法給大家 那就是我們的 AudioQuest 2的電源處理器 就是我們現在眼前的這台 AudioQuest還聘請電源處理領域的權威 他們是說 音樂訊號裡面有將近三分之一的低電頻訊號 都被電源中的雜訊掩蓋 也不是沒有解決的辦法 但是市面上濾除雜訊的產品也會有其他的副作用 副作用 所以他們發明了這台 可以隔離雜訊而且不會失真 還能夠有效矯正電源 一樣可以提供90A的金人電流 剛剛提到的接地 他們也有獨創技術 能夠做出最有效的接地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背面 它會有很多的插座 這些都是超低足抗跟優異的抗雜訊干擾能力 而且這些插座的數量都非常足夠 你可以接一組數位一組類比 然後想接什麼都可以 他們都能夠獨立提供電流 別的不說 AudioQuest的線材是有口碑的 現在這個電源處理器 可以讓大家很輕鬆的解決很多電源的問題 像我們看到這個 這就是AudioQuest它比較入門型的電源處理器 是Niagra的1200 這邊還有PowerQuest 3 然後還有其他的 PowerQuest GB另外一種的 那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就趕快來入手 然後我們店裡面都有現貨給大家試看 可以可以 是整體要再過去一點 這樣這樣這樣 對因為 對 你說全部喔 對 往後 我都是揮揮手指就開了 對 往後 往後 我才不改了 肥心病 好恐怖喔 還怎麼黏黏的啊 這樣 那時候那個有鼻涕 我就黏在下面了 欸你們這樣 就會有毀電的形象 不太OK喔 那些 欸 欸 你放什麼 你在放什麼 你在放什麼 行行行 不是啊 你不是說整體要再過來一點